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享受陽光與海灘當然是人生一大樂事 不過在墨西江這個海灘 見到以下這位不蓄之客一定客餐飽先 就是這條長六米的黃大魚 是否未見過呢 因為黃大魚是生活在過千公尺的深海 一般人很難見到它 黃大魚全身銀色 但背部的如期就是線紅色 這種深海魚亦被叫做地震魚 傳說只要它一在淺海出現 就代表地質出現了大變動 即是說會有地震發生 真是信不信由你 畢竟這麼不好意頭 海灘的管理員和一群遊客 一起送他回到大海都是好事